你如果还在苦恼 11月份不知道要去哪里玩 其实在金峰箱就可以玩上一整个月 11月份连续4个6日有8天的时间 你都可以体验到不同面貌的金峰箱 大家好 我是金峰箱厂长宋贤一 那今年的热熊花季跟以往不同的是因为 我们办了很多全国性的比赛 那我们用这种比赛呢 来凸显我们的热熊花季 是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那首先就是我们11月5号的全国热熊花 花现神圣手的这个射箭比赛 传统射箭比赛 那现在已经有将近600人要参加比赛 那我希望虽然报名截止 我希望大家来一起共同来参加 这么盛大的射箭比赛 我们这个传统工的射箭比赛呢 是非常特殊 我们用传统的工而不是一般的射箭的工 所以它在这个热熊花季里面 它在呈现的是传统跟热熊花的结合 我们第二天就是6号 我们有一整个箱的那个 这个传统竞技的比赛 活动的那种非常的多 总共有13项 我请你来说传统拔河 传统的角力比赛 传统的这个拔杆 传统的这个重物鼎立比赛 通通有总共有三项 那在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这个 11月11号12号的这个排球比赛 这个都是我们在推动 因为热熊花 然后忘记自己的 对自己的健身 所以我们才这样子推荐 那还有11月19、20号 一统天下 这个统热熊花的第三届的这个比赛 我希望大家来报名 这个报名的程序 跟报名的方法 都在我们的网方 都有在呈现 那11月26号 是我们金光香第一次办的 全国路跑的比赛 那全国路跑比赛 我们总共有400多人参加 但是我也希望大家 这个能共同参与 那当天比赛呢 我们还是会给当天来报名 我们还是会给大家 一些我们现场的一些 这个我们金光香特有的 这个热熊花 那最后在27号 是我们这个我是疯子 我是疯子是 其实是邀请我们所有的 年轻的朋友们 组成夜团 来参加我们的歌唱比赛 那用团队来参加歌唱比赛 表现说 我们金光香 不是只有自己在办活动 我希望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 用主夜团的方式来共襄盛举 所以27号 我是疯子完了以后 就是我们的闭幕 所以一整个月 除了这些之外 礼拜六礼拜天 我们都是还有 这个动六四青女巡的活动 所以我希望大家 整个11月份来金光香 一起玩花 一起来欣赏我们的落实人物 活动有全国路跑竞赛 射箭竞赛 还有竞技的项目 以及一统天下的统花竞赛 另外还有就是 我是疯子乐团竞赛 最高奖金达到2万元 金光香香长宋贤一 欢迎大家可以在一整个11月 前来金光香体验人文之美 还可以体验东64线的套装游城 一起来玩风金光香 东南选文部高纪远 就会有在金光香的采访报道